中共在香港立法會強推國歌法 規定國歌奏唱、國歌教育等等 祭出法則刑法 只要被認為涉嫌侮辱不禁國歌的行為 就被視為犯罪 法案還預定將所謂的國歌教育納入中小學 讓中共洗腦式的教育進入香港 引發港人抗議 並且有人在跑 防暴警察從向前向市民發射 述發胡椒球袋 27日香港立法會重啟國歌法二讀 引發港人上街抗議 因為港人擔心國歌法將變成 中共限縮香港言論自由的工具 甚至成為中共伸手香港教育的途徑 其實國歌法很明顯就是想要洗腦 我們香港下一代 甚至是我們現有這一代 想要對我們的思想去伸手洗腦 去讓香港人現在的認同 要我們覺得是中國人 然後我們覺得在這一個自由思想的世代 其實我們是不能接受 香港國歌法條例草案規定 凡是涉嫌公開及故意篡改國歌詞 取譜或以歪曲貶損方式奏唱國歌 即視為犯罪 最高可判處監禁三年 草案還預計將國歌教育納入中小學教育 教導國歌的歷史與精神 讓中共能夠利用國歌法對香港人進行洗腦式的愛國教育 張燦輝說中共的教育不准學生明辨是非更不許獨立思考 而如今在中共的控制下企圖借港府以國歌法伸守香港教育 灌輸愛國思想 要讓香港加速通往一國一制的道路 新唐人亞太電視 陳輝魔 林玉堂 張元廷 葉雲主 台灣台北報導 參與國歌 中間 全民意再次憑